陳水扁從立委質詢到他當總統也是沒辦法 只有一句話跟我講 沒錢 這樣一句話就解決了 但是有特權的人 我跟你講你有錯了 你是陳吉勳 他是言清標 我告訴你 最後國家還可以徵收 還可以用市價 然後他可以買的價錢 跟現在這個將來國家來徵收的時候 他會大賺錢 而且賺好幾倍 所以對嚴家來講 只贏不賠 你根本就不夠看 但是他們為什麼要騙人 盧秀燕面對一個817的 這個在南屯的 這樣的一個兒童遊樂區 所以昨天有人建議吧 是不是這個說 林靜穎應該在那個地方 這個發表他的兒童婦女政策呢 因為我們台中需要有一個兒童休憩場所 那他結果不給人家一個處理的方法 拿一個排拆來騙人 對不對 因此公保地它上面的臨時建築物就應該 我不知道你那個是不是臨時建築物 建築物就七年之後就應該全部拆除 他的這個整個的做法是騙老百姓 騙市民也騙自己 一個市長跟著他的這個 最大的這個在地的黑金這個地方勢力 這樣聯手騙人像話嗎 更別講你瞭解他們 嚴家在台中的電子遊樂場是怎麼起來的吧 請你告訴我們一下 當時的議長跟這個台中縣的縣長是怎麼樣聯手 然後拿下了一百多張的這個特種行業的所謂的 那個時候還通過了一個電子遊樂事業管理 施行辦法他們的自製的辦法 然後呢就讓他們的議員來分配耶 對不對 每一個議員有一張 然後議長副議長可能有很多張 所以台中的海線的居民 電子遊樂場所都掌握在這些人手上 這個也是你們當地的傳奇不是嗎 對啊 所以昨天跟那個台中市議員 施智昌同台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現在黃仲生一直在後悔 他把台中一次花了 他講廢話啦 黃仲生 後悔你現在站起來站出來指責他 然後這個公開逼犯 那個執照啊 可是我會講沒有人叫你去 去打打爬筋骨打遊戲機 這一點我先聲明 然後我再來講為什麼爬筋骨不厲害 什麼最厲害 你最簡單的我叫水果盤大家見過沒有 我沒去過 你沒去過 那個新聞局長 卓先生你去過沒有 沒有 好 那我跟你們檢視一下 他那個是跑點數的 你說電子遊藝場 對 一點你玩一毛錢也可以 玩一塊錢也可以 玩十塊錢也可以 玩一百塊錢也可以 所以有人在那邊沉迷下去 輸得一大糊塗 輸到家破快要沒有人寶 就是太太跟先生在那鬧離婚 還輸了很多很多的錢 可是他又有執照 這是國家哪一個 這是可法的執照 所以這一點我們講 他如果看到 卓冠婷你是世家子弟 這個可以玩 你要一點玩一百塊 我都給你玩 我不怕你輸 輸了我就去你家裡找你 舍掌 當然是拿得到 所以呢 曾經擁有的不要怕 你說我現在沒有了 改過自信也就罷了 不要連以前做的事 我沒有 我沒有 海線去問一下 哪一家的遊戲間 你沒有勢力 你敢開 我相信沒有人敢 所以我發明一種叫做 專業特許 坦白講 Freddy你開立法委員 你沒門 莊先生你立委 你也沒門 那個要擠著勢力和解在一起 台中靠這個電玩起家的政治人物跟有錢人 那不計其數 台中也是當時大家樂罪的時候 主頭最多的地方 上一次殺戮政長 陳曼生出來指責有沒有 陳曼生說一句不好聽的話 他也是大家樂賺很多錢 可是他不是流氓 也不是兄弟 就是那個誰欠他錢 嚴慶標欠他錢 然後他們家還被那個開槍拚拚過 他真的不是兄弟 他只是做過大家樂 他也承認 可是他就不是兄弟 台中現在還有很多的還是網路上的賭博 這個遊戲的 最兇 最兇 這個首富都住在台中啊 對 所以這一點呢 像這個遊戲機 這個場 這個叫做什麼 中華一番 在地的人都知道 在地的人每個人知道 因為很久了嘛 我告訴你 從有對面這一棟叫做 前面那一棟叫做 中榮政見開始就有這一家了 就有一番了 十幾年了啦 無期 無期啦 十幾年了啦 這個 所以呢 是不是他的 坦白講我們 因為執照絕不是他本人 我敢這麼說 可是你隨便去問這誰的 摸摸摸 這樣 本來我對這個105的事情 我本來是因為沒有深入 你知道 我不敢講 後來我這兩天 喉嚨痛在家裡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去找我了 你知道為什麼會跑出105嗎 他們為什麼想105 我只要叫台電說出來就好 台電已經有10102 103 他什麼時候把103停掉 這幹什麼 他無緣無故會把103停掉 這一點弊端的源頭就在這裡 從103停掉 104被那個什麼 另外一個公司標去 跑出一個105 就是那個被誤賴說 蔡其昌做他這個讀懂 然後沒有拿到105 然後這個俠院報復的 所以現在 大家在那邊當監察人 大家在那邊真真來真氣 很簡單 台電叫出來 為什麼把103停掉 事情就一經二百 然後105量身定做 就這樣 你們難道還沒看出來嗎 平潭跟台中之間的關係 有這麼大的一個痕跡 民進黨啊 民進黨 你不要說我資深好不好 我告訴你 大甲鎮南宮二十二年 都被我們給揭穿了 這麼簡單的一個平潭台中 你們到現在還沒有動作 你們到現在還看不出來 還被下面的台什麼港務公司 台中港給瞞騙 他們嚴家跟張家 可以把全台中縣的檢調警察 全部都買通了 他可以不壓迫買通港務公司的人 你騙我不姓周啦 請教這個Freddy 其實我在這邊一定要講 就是說像平潭跟台中港之間的這個關係 在在今年都還沒有發生這些事情之前 美國的智庫就已經說過了 這個是一個很有可能登陸台灣 解放軍登陸台灣的一個港口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的 國安的危險之下 其實這一些招標的過程 以及在那邊經營的公司 本來就必須具備國安的審查 這是基本上我們現在所有國安法令 只要跟國家安全有關的這些標案 還有這些相關的這些採購 都應該要納入國安的審查 也就是說講到重點 所以這一些公司不可能說 你讓他繼續在這邊這樣下去 因為我說的就很簡單 就是你以前怎麼樣 馬英九時代然後留下來什麼 他什麼東西都不審 那是以前的事 現在全世界都在重新整理 針對國安應該要有的法律密度 可是105號碼頭 根本連爆部都沒有 不是所以現在 港湖公司分公司就決定了 對不對 對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你現在從上面的源頭到下面 你都要重新審查 我的意思是說你這些東西 你他自己本身陶多話美美講的那個 我要等一下再講另外一塊 那個也很重要 就是說第一個 國安上面的問題 你這些全部都要 第一 你有可能要重新簽約 這個案子是馬英九時代醞釀的 對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現在在那個時代 你甚至於要把馬英九時代 他在哪些地方 曾經決定了 簡簡單單的 標給哪一些公司 你全部都要重新審查 而且我們現在的我剛剛講 國安密度便秘 你不是只有台灣啊 全世界都這樣啊 美國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英國 歐洲國家 日本 大家國家都這樣啊 他的國安密度都要重新來 所以你這一些有國安疑慮的案子 重新確認 重新招標 重新再來這個換約 這本來就是這樣嘛 因為我剛剛講 這是國際的問題 這不是只是政府跟公司之間的問題啊 國際針對中國 針對俄羅斯要怎麼加強國安密度 這全世界的那種 第二個就是剛剛美美講的 在立法院裡面我們有分公開質詢 書面質詢 公聽會協調會 走到協調會那一步 一定是有特定的公司啦 一定有特定的公司啦 因為公聽會就是廣邀各種公司來嘛 你來看一下這個政府政策 例如上面意見大家講 立委通常不會在裡面有太強烈意見 因為這個大家讓大家可以都可以講話 質詢就是立委自己的態度 然後到協調會 通常就是要幫民間處理問題啦 那你走到協調會的時候 怎麼可能沒有資料 交通部裡面怎麼可能沒有資料 港務公司怎麼可能沒有資料 聽說資料一直不給 我們開任何的協調會 怎麼可能說那個 那個沒有會議的通知 沒有會議的內容 沒有這個相關出席的人員 然後顏寬可能是在幫哪一家公司開協調會 這樣就清楚了啊 那我們現在看到所有的公司都跟他有關係嘛 這個不管是繞來繞去 最後都可以找到有相關的關係嘛 所以最簡單就是你這個資料弄出來 那為什麼你為什麼 違法委員有人掉 掉了一陣子還沒到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接著 我跟這個進程都可以來去盯的 就是你這個資料 為什麼因為公聽會 我剛剛講再講一遍喔 公聽會啦 質詢啊 書面質詢 這個大家在公開都看得到 協調會通常 所以我們辦協調會要很小心啊 我們通常都要再三說 這個有沒有陷阱啊 這個民間公司跟政府的 之間的爭議環節在哪裡 會不會他根本就是因為在這個 某個招票的過程裡面 他沒有標到 他是為了要標 我們都還要先看這個喔 其實我們協調會 我們都會給大家簽名喔 出席的誰都要簽名 所以清清楚楚 要不然鹽寬痕你自己拿出來啊 你自己拿出來啊 你那個時候你的輔助理論上 理論上如果你要用檢視乘薄圍的方法 來檢視鹽寬痕 這個就是你拿出那個會議紀錄 拿出那個時候邀請的大家的簽名呢 所以我請教如果公務機關就是裝死 一直掉不出來 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調查局連政署去搜索啦 所以這個檢調一定要出動 所以我說我覺得部長不要講太快 要不然你就會騙人被摳摳姐講說 變成你也有問題 我目前我都還認為王國財 他因為這個其實也不是在他任內的那個 當時他是不是監督港務的工作 二零二一年的時候 港務不確定 因為三個次長有分工 所以我現在要說的就是 Freddy講到重點了 就是全世界連太平洋 這個我們的台灣海峽 都有這個美國軍艦 沒事就要來穿來穿來一下 然後你跟我講說那個很危險的港口 是包給國民黨 包給鹽家包給九二公司 直接到台中 台中開高速公路就到台北的這個地方 包給鹽家做專用碼頭 然後美國軍艦在那裡開來開去有什麼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要重新審視 因為我們國安幾個法令 在過去兩三年都有都已經有重新修法 那要過去這些有國安疑慮的這些地方 都應該要重新拿出來審視 然後我要回來講剛剛那遊藝場 遊藝場其實我在柏惟他去這個 柏惟他打那個小馬力 被國民黨當成大事出來 一裡插的時候 我是有經歷過阿扁還沒有抄那一些賭博性電玩之前的人 我知道有一場誰做什麼樣 我也知道阿扁講的那個 這個會非法掩護合法的樣子 我們去打 合法掩護非法 對 合法掩護非法 進去打一般的電動 就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 那一個區塊 給你玩賭博 然後比較有良心的經營者 他不會讓小朋友 跑到接近那個賭博那一區去 你就在外面打快打旋風 打小馬力 小一點的東西也沒關係 那個比較嚴重的就賣出去 可是他就是同一張合法的牌 然後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所以這個阿扁才會說 這個合法掩護非法 這個全操我關你的 這個對不對 是法性有沒有疑慮 這另外一回事 但第二個我要講的是 所以我那個時候幫陳柏惟說 我說打電動電子遊艺場 他也有真的合法的 老實說也有真正裡面都在打一般電玩的 但是你看剛才岩寬恆他說所謂租的那一家 以及裡面被大家揭露的那些照片 我不相信那我不相信那是真的合法 那個裡面沒有賭博的嗎 你現在我現在講 尤其我們要說 岩寬恆自己還前一陣前上個 兩個禮拜前還說社會安全網 社會安全網裡面有破漏洞 不就是這一種合法掩護非法裡面 我還說合法掩護非法裡面 不是只是有賭博啊 毒品啊 然後在裡面就開始組織性的犯罪的 在裡面去去這個發展 發展他們的組織 都是這樣 我自己小時候國中的時候 在那個裡面被人家勒索過啊 我一個好學生乖乖的 跟人家打電動 被壞孩子直接 真正的 我第二天到學校說 我昨天好像遇到壞學生 還跟老師說 老師說所以那個地方 就跟你說不能去 這個就是一個 我跟你講那個裡面就是 社會安全網的漏洞 你還好意思講說社會安全網 問題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要不然除非啦 我剛剛要再講一遍 我也要為正派經營的講啊 也是有正派經營 你現在帶大家去參觀啊 正派經營他敢不承認啊 他還說跟他無關主任 結果發現跟他那個 老闆跟他的忙很親密 告訴大家說 你是這個社會安全網裡面的 遊藝場的最優質的遊藝場 裡面還輔導年輕人 大家可以變成未來電競的高手 我幫你打破了 社會安全網 你這個是反而幫幫 這個補漏洞的 那你才有身分跟角色 以前罵陳柏惟啦 陳柏惟打一個 大家讓你說這樣 他好像每天去擲 結果你自己開教堂 自己開教堂 怎麼有人這樣啊 他還敢騙 對啊 然後你還不承認 所以我覺得這個最可惡的就是 你以前怎麼罵陳柏惟 然後你自己現在這樣 然後我要再講一遍 你不要不承認 因為最後大家都是兜到你家嘛 嗯 好這個請教這個冠婷的是 我們不管是從這個違建 從電子遊藝場 從這個講到105號碼頭 再推回來 從他們宣布參選 那一天居然大膽的在法拍屋裡面 那個法拍屋還一度 他們非法佔據 不肯點交 然後自己低價買回來 之後他們被指控的事情 包括他爸爸欠債不還啊 包括他這個啊 法拍的地啊 這個連他爸都承認 什麼爸爸這個啊 被法拍的地 然後兒子跑去 為了孝順去買 這個包括他住在這個啊 七旗豪宅區 假裝自己是殺戮在地人 這些種種每一件事情 背後只有一個字 就是顏寬恆一直在騙人